好有沒有看到 哇推超大力 就直接把對面直接推到快頂了 就直接把他揍飛啊 一拳操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SARC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 寶行樂園 歡迎回到SARC的方舟人事部 五間異化 作為一項系列影片 那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SARC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按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漏掉接下來的每部影片哦 另外如果你喜歡無課玩遊戲 想看無課的玩家怎麼打各種高進度的話 那懇請訂閱我們內文連結裡面的副頻道 我就放在內文連結裡了 好我們來通關SA-5吧 那這一關又有熟悉的老朋友出現啦 對熟悉的老朋友 那個狂暴宿主士兵 狂暴宿主組長跟狂暴宿主植骨手 哇這次他們兩個都沒有缺席哦 超可怕的 那直貓手比較好 直貓手還好一點 因為直貓手就是蠻笨的 所以直貓手可以用中暴槓源來扛 但是那個狂暴宿主組長 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直接挑戰突襲模式吧 突襲模式是狂暴宿主組長的移動速度 和攻擊力都會提升 很恐怖哦 很勇敢哦 真的很可怕哦 那我們看一下這關的場地地圖 有沒有看到中間上面的那個點 黃黃的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要你放熊貓用的 借一個1號技能鑽三的熊貓 那這一關就變得很開心 非常的開心哦 好那這一關還有一個MVP的角色 我推薦給大家 那至於是誰呢 我們就直接進到我們隊伍解析的部分吧 好那以上是我們使用的隊伍嗎 當然沒有啦 對我們要借熊貓啊 對 這一次無間異化 很多關卡 就是比較難的關卡 不管是SA-5還是SA-6 都用熊貓 那都會非常的輕鬆哦 好那這一關的MVP呢 就是閃靈 閃靈的話帶2號技能 2號技能的話可以給目標一個護盾 然後增加它的防禦力 那你想想看 賽媽的防禦力已經很好了 賽媽會自己補血 這時候呢 閃靈再給他放附陣 那基本上就可以直接讓 對面的狂暴鼠子 那手全部都廢掉了 好那這一關呢 除了熊貓之外呢 建議大家帶上緩速角 那我帶的是傑哥 忍爲傑哥的緩速角打得比較痛 那你也可以帶其他緩速角 紫安啊或是地靈啊都可以 最後面的帶一個銀灰吧 如果你有銀灰的話 銀灰的話帶3號技能 這是最後的保險機色 萬一你的熊貓不小心沒有推到了 或是擋在前面的裝 剛才你死掉的話 那你的真影斬 就可以幫你把剩下的 狂暴鼠子組長給清掉 好大致上我們的陣容就是這樣子 那紅的話 紅的話也是緊急卡位用的 也是緊急卡位用的 那紅其實 比較稍微比較不好用一點 因為紅的迴避要看臉嘛 那你其實你可以帶力啦 那如果你要帶力的話 就帶1號技能吧 因為丟下來的話 防禦力非常的高 可以當落地規規喔 好OK那我們陣容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直接進到我們實戰操作的部分吧 OK這套陣容如果你打完的話 連普通難度都可以打喔 所以就直接照抄薩克的陣容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開場呢 我們先開個2倍數 前面會稍微卡一點點費用 所以還是要帶個先鋒 那我帶推進之王 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費用 我們要下小羊 因為這邊推進之王這條路出現的是 重撞的敵人 那我們需要用小羊去燙他們 那記得帶點燃 點燃的話其實比火山實用啦 因為點燃衝的比較快 那火山的話就是決定技能啦 就大招嘛 好這邊請你下你的曬媽 曬媽一定要最後一個下 這樣才可以把仇恨值全部集中在曬媽身上喔 對就跟6-5一模一樣的失誤就對了 OK然後接下來呢我們要 有沒有看到上面開尾會出敵人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把熊貓放在那個推人點上面 那推比較大力如果放在那個點上就會變推大力 對所以那個狂暴宿主組長會飛超級遠 非常的壯觀吼 好看我們放完熊貓之後呢 有沒有敵人就開始移動了 這邊呢其實你可以下能天使或是先下傑哥 那我是傾向先下傑哥啦 對OK我是傾向先下傑哥的 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覺得你曬媽快要嗝屁的話嘛 其實不用擔心喔 因為曬媽自己會補血 那這邊你可以補上能天使 好有沒有看到 哇推超大力 就直接把對面直接推到快頂了 你知道就直接把他揍飛啊 一拳抄了 好這邊我們下我們的閃靈 對有沒有下我們的閃靈 那被閃靈補血之後呢 就會被上護盾喔 就會被上一層護盾 那防禦率就會變得很高 這邊呢我們可以抽取掉推進之王 用不到了 我們把我們的規規放在這個地方 規規算是個保險機制啦 那如果你規規 如果你有新雄的話 你可以下新雄喔 OK 那我們這邊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這邊有小羊喔 沒有問題 那就算沒有小羊 我們也有傑哥 傑哥加小羊是沒有問題的 好最後面我們把最後的保險機制 我們把銀灰放在熊貓的身後 那我們就完成我們這關的防禦陣喔 可以看一下喔 被閃靈放了護盾之後的賽馬 防禦率高達946 其實是很高啦 非常的高 OK 那基本上就讓這些直毛手全部廢掉了 好OK 大致上這一關的思維就是這樣 只是這一關大概到30波的時候 需要點超過 因為後面的狂暴速度 組長會一致出兩隻 那如果沒有重疊的話 那可能就小羊只會推到一隻而已 那這個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OK那這邊大家看一下薩克的操作 那我們這邊加速一下 因為其實這邊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度 基本上就是個懶人包勇動機的概念 有沒有就是把對面推出去 然後讓能天使家傑哥就擠我那個了 其實上面比較守不住 那下面這邊是完全沒有問題喔 因為我們有賽馬在那樣閃靈喔 其實沒有問題的 OK 好這邊的話請你把龜龜的技能給扣住 千萬不要太早開 好 怎麼周飛出去了 OK沒有問題 好周飛出去 好出現了一次來兩隻 這邊我們撤退掉小羊用不到了 之後呢開啟龜龜的技能 這邊如果你發現啦 對這邊你其實也可以開啟 銀灰的真影斬 這邊如果你發現熊貓只推到一隻的話嘛 對不對 趕快嘛 對趕快用你的力去卡住這一隻 對卡住這一隻 對 那力死掉沒有關係 力死掉是很正常的 那龜龜會死掉也很正常 因為那邊敵人打的是非常的痛 好 這邊基本上我們就結束啦 對就結束了 那我們可以補個 咬香師 然後來操控它們 然後補個 對補個拉狗 隨便啦 關鍵補誰都可以 撤掉銀灰 我們加快一下這關的通關速度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的失誤 照著薩克這樣子擺 那裡連普通難度都不用成問題 因為我是圖形難度嘛 對不對 我連SA-6都直接打圖形難度 照著薩克的陣容擺的話 基本上都會過 因為其實這次五間一化的關卡難度 比較沒有那麼難 對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難 稍微只要放個特輪概念 都是可以逃課的 好啦OK 以上就是SA-5的作業像吸引影片 那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準備了 mirk好 irgendwie , 搭配 inin 不 隙重 不